快过年了,师傅要给所有的马儿换新鞋了 今天就轮到要给这对长得像奶牛的夸特马定提 先用锤子把提铁边敲松,钉子拔掉,把旧的提铁拿下来 两斤重的鞋的对于1200多斤的它来说也不算什么 由于马儿的提甲比较硬 必须要用锤子敲打的刮刀才能把表面旧的指甲敲掉一层 再用勾刀把提子底部的角质全部刮掉 刮指甲的时候师傅会时不时的看一眼 以防把指甲刮得太薄伤到马蹄 然后再用钳子把多余的指甲剪掉 用搓刀打磨一下,可以让脚底变得光滑平整 师傅又从鞋架上挑了一双新的提铁 放在它的脚底对比一下 合适后放进炉子里烧10分钟,让它变软 这对夸特马尖高在1米68,擅长于短距离冲刺 每小时速度可以达到55英里 这边师傅把刚烧好的提铁打造一下形状 再放到它的提甲底部烫一下 这样做是具有杀菌的作用 马儿一般是一个半月定一次提 所以对于这些他们已经习惯了 然后再放进凉水里冷却定型 最后再用钉子把新的提铁固定在脚底 再把提甲表面露出来的钉子剪掉 再用锤子砸一下,把提铁固定住 刷上护体油,穿上衣服就可以了 带它出去跑一跑,看新鞋合不合脚 就可以回马房了